這題是說,自圓外一點負一式,向遠做兩條切線 切離AB兩點 第一個要求直線方程 這是所謂的極限 相對圓外的極限 代公式 極限AB 這AB是多少? 是負X 加上4Y 減掉2分之6是3 X加X0 就是X-1 加2分之2 那Y 減掉Y0 Y加Y0 加4 再加9等 我把它畫清一下 負1-3 是負4X 加4加2 是6Y 再加多少? 等於0 這是20 所以給它約分的話 除以2-2 減3Y 減10等於0 那這條直線AB就算出來了 好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直線AB的話 直線AB 是2X 減3Y 減10等於0 好 再來呢 它又說 它要找什麼呢? 找這個三角形 PAB 它的外接圓的方程式 那這怎麼找? 我們呢 這條極限已經找出來了 這條極限可以看成是一個無窮大的圓 那我們用兩圓的交線 我們用兩圓的交線 求那個圓系 求那個圓系 圓系就是什麼呢? 就是這條直線 跟通過AB這條直線 它的圓 所成的集合 可以寫成這個圓 可以寫成這個圓 就X平方加上Y 平方-6X 加4Y 加9 再加多少? 加K倍的 這條直線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圓 K倍的多少呢? 2X 減3Y 減10等於0 好 那這個也是一個圓 這個圓的話 而且還通過這一點 我就把這一點連帶進去 可以求出K來 再帶回去 K再帶回去 就可以求出AD 這個外接 好 那我就把負一四帶進來 負一四的話 就是1 加16 加6 再加4 是16 加9 那乘以多少呢? 加到K倍的 負二 減標12 減10等於0 知道 這是14 24 24 K 等於多少? 這是32 32 加上多少呢? 這是16 這是48 所以K等於多少呢? 等於2 K等於2 所以那個三角型 PAV外接緣 那我叫做C1 那我叫做C1 那個方程式就是說 X 平方加上5Y平方 減6X 加上4Y 加9 那叫做 OK 我們算出來是2 兩倍的呢 2X 減3Y 減10 等於0 好 那給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的話 那就多少呢? 這是S平方 加上4X 就是說 沒有,這有個-6X -6X 加4X 就是S平方 減2X 那這Y平方 那一次下Y 那一次下Y 這4Y-6Y 就是-2Y 那再加常數 9 9 減掉多少? 減掉20 9-20 20-9 11 -11 減11 等於0 好 那我這個 給它加1 這裡給它加1 那就完全平方了 那這個 那把11拿過去 所以就得到X 減1的平方 加Y 減1的平方 等於多少 一過1 但是我這裡多加1 多加1 這裡多加1 所以這裡要加1 加2 加2 等於13 所以那個連的分成式 C1 就是多少呢? 就是X 減1的平方 加Y 減1的平方 等於13